大家好,我是地狱园丁朱教授 一周前,我的魔手伸向了土豆和番茄,还有辣椒苗 这些被截肢又重新拼接的小苗,它们都怎么样了呢? 打开塑料袋,这些Pomato啊,Petato啊都无精打采的,不是很妙啊 但是除了等待,我好像也没什么能做的 辣椒苗的叶子基本上全都枯萎了,不知道能活不能活了 检查一下它们的根,这里的情况似乎都挺不错的 务培最大的好处就是给根创造一个绝佳的生存环境 我甚至看到Pomato那边已经长出来新的小土豆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再看看另外一个矮化的番茄 这个就是我强行把番茄的头砍掉,接到了脚上 它也不是很精神,但是感觉比我上次做的矮化番茄效果要好多了 我相信它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一株的脚下还有另外长出来的新芽 所以可能它的求生欲比较强吧 另外一株呢,感觉就不是很精神 只有再观察一下看看了 用塑料袋罩着它们真的是很有效果 上次的全都死光了,这次的都还有半条命 诶,这一株是唯一一个有精神的,应该是挺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不要塑料袋套头了 今天就给它自由呼吸吧 希望我不要又翻车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矮化番茄完全是我的自作聪明 完全得不偿失 番茄长大就应该让它长高 砍一刀只会让它们受惊 一切从头来过,没有任何意义 以后我应该不会再这么干了 好了,今天给大家报告到这里 请您关注,点赞,评论,再见